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固然小号的那天 我去婚纱店试了婚纱 腰身虽然改了 但我穿上还是显得异常松垮 店员满脸歉意 小姐 真是抱歉 我们再帮你改一下尺寸 保证不会耽误你的婚期 由于婚礼在两个月后 我又非常喜欢这套婚纱的款式 就也没说什么 我一个人进了十一间 正准备拿起电话给固然吐槽这件事 却听见店员谈论着八卦 你们看那个什么ID叫燃心地发的那些东西了吗 真恶心啊 喜欢上自己未婚妻的姐姐 还要逃婚 真是不知道怎么有脸发出来的 我听了一耳朵 摆弄着婚纱没在意 这婚期就剩两个月 这新娘子还蒙在鼓里 还真是可怜 我看她发那个新娘名字缩写是LRC 她姐姐叫什么ORX 指向性这么明显 就看新娘幸不幸运了 我拉拉链的手瞬间一致 店员说的字眼一个也不落地 在我脑海徘徊 我叫李若成 我姐姐叫李若新 距离我的婚期仅剩下两个月 如果缩写可以是巧合 可我的未婚夫叫固燃 而那个人的ID叫燃心 我不愿意相信这样作偶的戏码会发生在我身上 可是恐怖的直觉早已缠绕上心头 我整个人将在原地 飞快地在软件上搜索着那个账号 映入眼帘的玩偶头像 瞬间让我的心凉了一半 那是今年春节 我和固燃加上李若新母子去环球玩的时候 固燃非要买的 和李若新包包上挂的那只兔子是一对 我对着那个头像发愣了许久 捏着手机的指尖微微泛白 有那么一瞬我是不敢点开的 账号里的第一个视频足够让我从喜悦的云端跌入谷底 背景是某次送李若新母子回家后 固然拍的雪景 上面的内容让我眼前一阵眩晕 酸涩绝望全都撑在胸翼之间 遇到LRX 我才知道什么是挚爱 爱上你 我没错 因为真爱没有错 没了你的世界全都淡然无味 我想我若不能与你共度余生 我只能和LRC将就 今天你接受了我的告白 我真的好开心 我们离得那样近 你的气息沾满了整个屋子 LRC责怪我把床单弄脏了 他那种木头根本不懂我们之间的义曲 LRC又和我说婚礼的事情了 我真的好烦 我一定会带你离开这里 我猛地将手机扔了出去 像碰到什么脏东西一般 积攒到顶点的愤怒 让我眼前一阵眩晕 口中涌出一股心田 这到底是什么 我不断地问自己 为什么这些肮脏的东西会让我碰见 我近乎疯癫地向后退 是一间的大镜子 映着我穿婚纱的样子 雪白的纱衬得我美丽至极 可现在我只觉得 穿着这身衣服让我恶心透顶 我疯了一样撕扯着婚纱 满地的狼藉却不足以让我平静下来 手机在地上一闪一闪 是固然给我打了电话 我颤抖着捡起手机 按下了接听键 喂 宝贝 抱歉刚才没接起你的电话 婚纱试得怎么样啊 我看这回挺好的 可发给她的照片上 婚纱明显不合身 你在哪里啊 我压抑住情绪询问她 不是和你说了吗 在公司加班啊 是吗 可我刚才明明听见高铁通过的声音 我能想到那么多的地方 可笑的是 只有李若欣的家前面是高铁轨道 固然骗我周末加班 不愿意陪我来试婚纱 却到李若欣那里见面 亲姐姐和她的准妹夫在一起 真是让人作呕 我的心就像是被人生生弯了个大洞 痛得人生不如死 宝贝 要是没什么事 我就挂了 公司这边忙 耳边传来的嘟嘟声 让我一阵恍然 闻声赶来的店员 看着这一片的狼藉 全都吃惊地上来 询问我怎么了 我随意地抹了把眼泪 没事 婚纱不用改了 钱我照付 西装包好就给我吧 我拿了东西 焦急地拦了辆出租车 赶往李若欣的家 我不死心地想 或许这一切真的是巧合 是我自己想错了 只要没亲眼见到 那一切都不作数 可能是老天都看不下去 我的愚蠢 我感到时正好碰见李若欣 挽着固然春风满面地 从小区里走出来 她身上穿着固然 曾经送给我同款白色睡裙 看起来幸福极了 我不知道 李若欣作为我的姐姐 为什么能这样心安理得地 和我的未婚夫在一起 明明她也是婚姻被破坏的受害者 她也知道这样的痛苦多让人崩溃 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 透过车窗 我看见固然细心地 为她整理碎发 李若欣笑脸盈盈地点脚 吻上固然 我呼吸一致 几乎是尖叫着 让司机赶紧开车 这样的画面多一秒 我都不想看 直白又血淋淋的事实摆在眼前 我还有什么不明白 想起曾经 李若欣刚离婚那阵 我怕她抑郁 请了年假 整天整夜地陪在她身边 而她呢 这个在别人眼中好的不得了的好姐姐 又给了我什么结婚大惊喜 我回到和固然的小公寓 把她的西装随意扔在沙发上 拉出行李箱 开始装自己的东西 余光贴见 早上我刚换好床单的双人床上 我曾以为 我以后的生活 就会在这里度过 可现在 我恨不得砸烂她 真的好恶心 一想到固然说 家里都是他们爱过的痕迹 我的胃里就一阵翻腾 为什么呀 为什么有人会这样恶心 管不住自己 外面有那么多的酒店 为什么要来祸害我的家 想起早上我看到他们 那副依依不舍 不肯分别的样子 可能在固然心里 李若欣那里才是她的家 才是她要珍惜的地方 我真的不明白 固然为什么会说出 她的挚爱 是李若欣的这种话 我真的从来没想过 她会这样背叛我 明明我一起走过了 那么多的风风雨雨 是学弟学妹都艳羡的一对呀 怎么 怎么就会走到 这样烂到根子的地步 当初是固然先追求的我 大四上学期 我在考研期间 被前男友莫名其妙的冷暴力 整个人精神状态都算不上好 是固然走进我的生活 一点一点鼓励我 支持着我度过考研 那段痛苦时期 考完研我和固然就在一起了 七年的时光 我们从校园走到职场 一起上班 一起下班 在周末自驾游 几乎逛遍了整个中国 我们从来没有过大的争吵 更没有什么会怀恨在心的嫌隙 我们同居了一年多 结婚更是深思熟虑过的结果 认识我们的朋友都说 我们样子实在像是一对 相处了多年的老夫妻 我很喜欢这样平静的状态 可或许在固然眼里 正是这样的毫无波澜 让她厌烦 让她觉得无趣 让她觉得像李若新那样 对她炙热的人才是她的挚爱 所以她能说出 木头疙瘩一样的女朋友 真的抵不上和姐姐在一起 来得刺激 我匆匆离开家 随便在公司附近 找了个酒店住下 我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自己那么难过 却想倒头睡觉 手机被我调成了静音 整个人颓然地扎进被子里 等我醒来 已经是下午了 屏幕上是固然地未接来电 和李若新一条质问的信息 你没去接暖暖 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吗 李若成 你怎么不接电话 看着她一条接一条的信息 我都能想象到 她现在有多气急败坏 她每次都这样 只要事情做得 有一点不符合她的心意 她就会这样短信轰炸 或者劈头盖脸地骂你一顿 直到她觉得满意了 以前的任何时候 她这样对我 我也就认了 可是今天 明明是她为了和固然私会 才把她自己的女儿 在休息日送去日拖 她居然还有脸在这质问我 为什么没去接她的孩子 我真的不知道 她怎么能做到这样的理直气壮 我当即在对话框里回复她 你今天不是休息 为什么不自己去接 随即 李若新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我想都没想就挂断 暖暖是你孩子 自己不看好 没资格在这里指责别人 发完我直接关掉手机 不再理会她发了什么 我一连几天没有回家 也没去公司 固然找我找到疯 电话都打到我妈那里去了 诚诚 你又耍什么小脾气啊 人家小顾找你都找我这里来了 我跟你说 你不能这样啊 就算是吵架 无论谁对谁错 你先服个软 要是人小顾跑了 你别到时候没地哭去 我妈叙叙叨叨的话 听得我实在厌烦 她早年和我爸因为性格不合而离婚 加上李若新的婚姻是离婚收场 她便对我结婚这件事异常担忧 在她心里 世上再找不出第二个比固然好的男人 固爸爸高知 固妈妈是生意人 家庭条件不知比我们家好上多少倍 这样的男朋友在我妈眼里 简直就是天仙一样 不要说她现在不知道固然行为 就算是我把固然和李若新的事告诉她 她也一定会说 诚诚 这么好的男人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她不过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 忍一忍就过去了 所以我并不打算和她废口舌 妈 我是打算把婚期提前 所以最近在忙这件事 我和固然挺好的 你不用操心 我妈一听 我要把婚期提前 在电话那头开心的声量都拔高了几分 诚诚 我跟你说 你一定要拴住固然 不然像你姐那样 让人指质点点的不好 嗯 你放心吧 我打发完我妈之后 给自己书席打扮了一下 又买了一些营养品 准备探望固然的父母 他们见到是我上门 热情地把我迎进了门 两位老人对我很好 甚至没在爸爸妈妈那里得到的温暖 他们都给到了 所以我一想到真相大白的那天 心里就难受 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承受得住 顾妈妈给我沏了一杯茶 诚诚 今天来是什么事啊 我端着茶杯 犹豫了片刻 叔叔 阿姨 我想把婚期提前 不知道你们二老这边 有没有什么不方便的 他们虽然愣了一瞬 却也立刻附和到 没有不方便的 只是不知道 诚诚你 为什么要提前婚期啊 是工作上的事 公司两个月后 有外派北京的工作 是一次比较好的学习机会 到时候回来 工资 职位都会有大变动 但是日期刚好冲突 我就想着 把婚期提前 这样两件事都不会耽搁 顾爸爸笑着说 行啊 诚诚你这样的年轻人 就是应该上进 婚礼的事 只要场地没问题 我和你顾阿姨这边 也没问题 得到满意答复后 我整个人轻松了下来 在顾家吃完饭后 我以还要工作为由 赶上最后一趟高铁 回了家 到达之前 我给顾然发了信息 我刚从无锡回来 你能来接我吗 他秒回 好 见到我 顾然一脸的责备 诚诚 你去哪里了 从拿婚纱那天开始 一直都没消息 这些天我找你 都要找疯了 我一脸委屈 我自己去无锡那边 看了婚纱 咱们先前看中的那件 改得也不是很合身 我就是那边看看 有何事的 顾然像是没想到 我这样说 浑身一致 脸上扯出的笑 都有些僵 诚诚 你不用那么着急 我们婚礼在两个月后 我把时间提前了 就在十天后 我也和叔叔 阿姨说过了 酒店场地什么的 我也沟通好了 顾然忽然一脚刹车 我整个人向前倾 要不是我反应快 抓住了一旁的把手 我现在已经撞上车的挡风玻璃了 她赶紧在路旁停车 连忙查看我的伤势 对不起 澄澄 你没伤到吧 我对她笑笑 没事 不过你反应怎么这么大呀 难道不想和我结婚吗 固然深吸一口气 像是下了好大的决心 澄澄 你这样弄 我们都来不及领证 要不 我打断她 没事啊 我们可以先办婚礼 然后再去民政局扯政 看她一脸不情愿的样子 我知道自己这一步走对了 我拉扯着她的袖子 故意试探 固然 你这么推辞 是不是不想和我结婚 你要是不想结 就应该早点和我说 你瞎说什么 她皱着眉头满脸不悦 我没有不想结 只是你什么都不和我说 就自己做了决定 我原本也没想 就这么把婚期提前的 但是婚纱改了这么多遍 都没改好 总感觉是什么不好兆头 我这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 所以才想着赶紧结婚 固然 我正经未作 你说你不会逃婚吧 在她错愕的神情中 我自顾自地开口 我总在手机上 刷到新郎临近结婚 才发现自己爱的另有他人 然后撇下新娘逃婚 固然 你不会这样对我吧 车前灯又暗 硬得她眼神也会暗不清 良久 她才一副宠溺的样子 刮了刮我的鼻子 傻瓜 以后少看点那些东西 你对我还不信任吗 得到她肯定的答复 我立刻高兴拿出手机 这样的好消息 我要赶紧告诉我姐 说着 我便拨通李若新的电话 顺手开了免提 姐 跟你说个事 李若新那边 还因为我那天挂她电话的事生着气 语气不善 你给打电话干嘛 我不想听她教训我 便赶紧开口 我要告诉你 我和固然的婚期提前了 就在十天后 我这边还有一些事没完 姐 你明天过来帮我吧 我话音刚落 电话那头便传来 稀里哗啦碗碟摔碎的声音 驾驶位上的固然 身体一僵 安静的一点声音都没出 我故作无辜 用手肘对了对她 说话呀 你也和姐姐说一声 固然成了磕巴 姐 姐 我 我们婚期确实提前了 电话那头的李若新 险些挂脸 甚至连复言 我都有些有心无力 行 行 那你们 你们 我笑出眼泪 你们两个怎么了 咋都磕巴了 你俩这样心虚 让我觉得 你们好像背着我 做什么出格的事了 李若新顿时声调 拔高了好几分 李若成 你瞎说什么 你不要一有错 就把矛头往别人身上引 我心底冷笑 故意没有反驳 而是看向固然 固然 你觉得呢 她仗红了脸 眼中的错愕 心虚 全都一览无余 在我的逼问下 她紧张得几乎 就要双手抱头 就是啊 诚诚 你胡说什么呢 你不能 我几乎眼泪 都要掉了出来 你们怕什么 我就是开玩笑而已 姐 记得明天过来帮我呀 临时改了时间 我朋友 有些都赶不过来 只能依靠姐姐你了 我甜甜地和李若欣撒着交 她瞬间放松了警惕 好吧 没什么事我就先挂了 挂断手机后 车里一阵寂静 固然一直在躲避我的目光 诚诚 你今天怎么了 我摇摇头 脸上兴致缺缺 没怎么样 快回家吧 她见我没有继续纠缠下去 如是重负的一般 尝出了口气 我把头转向窗外 心上只觉得可笑 现在这种程度的试探 都下成这副样子 那后面背给他们的大礼 又该怎么收呢 我没想到 自己又回了和固然的公寓 打开门 还是我走那天的样子 固然这些天 应该都没有回家 就连我之前扫落在地的糖果 还是原来的样子 我知道她去哪里了 在我因为那些事实痛苦 恶心和发疯时 她在和李若欣缠绵 背着我 和我的姐姐偷情 固然脱下外套坐到沙发上 她的手机从刚才在路上开始 就一直收到信息 可她连看都没看 就关闭了屏幕 晚上吃什么呀 我若无其事地坐到她身边 固然就像没听见一样 整个人坐在这里 可心又不在这里 我给她倒了热水 她心不在焉地 拿起又放下 直到没了热气 她也没喝 我真想开口告诉她 要是真那么担心李若欣 就赶紧去找她吧 可这话又不能我说 不然后面的大计划 功亏一篑就没意思了 诚诚 在沉默了两久 她终于下定决心一班 我得出去一趟 公司那边有急事找我 她抄起搭在沙发上的外套 风风火火直奔门外 手机也被她落在了桌子上 我不是故意看她手机的内容的 可是频频亮起的屏幕 让我起了好奇心 她的微信没有设密码 接收的信息 直接在锁评的状态下显示出来 小燃 你们怎么回事 你不要我了吗 你和她结婚 我怎么办 你要是不给我个交代 我就会让李若成知道我们的事 相比于那天看到固然的小号的心痛 我现在看到这些已经平静很多了 我拿起她刚才喝水用的玻璃杯 狠狠地摔在地上 碎片散落一地 我只觉得可笑 我想不到有一天 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幸福生活 竟然这样不堪一击 门又被打开了 在我发愣时 固然匆匆赶了回来 她看着我拿着她的手机 紧张到脱口就是质问 诚诚 你看我手机了 我把手机还给她 没看了 我正准备把手机给你送过去 她像是不相信我的话 赶紧打开屏幕 看到上面未读的消息 这才缓和下来 诚诚 我 我对她一笑 实在懒得和她周旋 你快去公司吧 记得请假 我们明天开始 就要准备婚礼的事了 固然或许感觉自己 并没有引起我的怀疑 侥幸一般地将我搂进怀里 诚诚 等我回来 我们就忙婚礼的事 见我在打扫碎玻璃 她又开门探头叫我 诚诚 你别弄了 回来我打扫 别伤到手 啊 打一个巴掌 给个甜枣吗 固然 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傻子 在她走后 我掐算好时间 也跟着出了门 我拍下 她进李若新小区的背影 又在凌晨 抓到他们两个人亲吻的合照 我打开婚礼那天要公放的视频 将这两张照片剪辑了进去 并写了注解 距离婚礼还剩九天 我的未婚夫为了安抚她的挚爱 风雨兼程 快了 我劝自己 就算再觉得恶心 也要忍住 我已经等不及想看看 当所有一切都公之于众时 那么爱脸面的李若新和固然 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李若新按时来到我家 当她看到一地的气球时 整个人愣在原地 诚诚 你买这么多气球干什么 我把她推进房间 姐 接亲的时候不是要放烟花吗 但是我觉得不太环保 可是婚礼不听个响 又不太吉利 所以 姐姐 你今天的任务就是帮我打气球 我眼见李若新嘴角抽搐 眉头皱成一团 连忙开口 姐 这可是我的大事 你不能不帮我 好不好吗 见她还是不太愿意 我便故意提起昨天晚上的事 姐 我本来想昨天晚上让固然弄的 结果她公司又有事 你可不能不帮我 不然婚期真的来不及了 果然 李若新变了脸色 连忙改口 好 我弄 你说吧怎么弄 李若新向来是不会苦到自己的人 所以我不管她是出于某一瞬对我的愧疚 还是担心我继续追究下去 只要达到我戏耍她的目的就好 我借口出去改装 实际出去一口气连看了几场电影 婚礼场地那边我让固然去沟通 大到场地不景 小到甜品摆台 我没有干预一件事 固然发信息询问我的意见 我也只是回她 让她做决定就好 这场专门为了她们搭建的舞台 当然要处处都让主角满意 等晚上我回家时 李若新已经打了半个屋子的气球 一向娇生惯养的她 开始和我发起了牢骚 诚诚 你非要弄这么多气球吗 我打得手都要断了 我假装殷勤地给她捏着肩膀 姐 你辛苦辛苦 我也不想让你一个人忙 但是我那些朋友都来不及请假 我话刚说完 固然就从外面回来 她看见一屋子的气球 震惊地说不出话 李若新向她投去求救的目光 可固然却只是愣了一瞬 转而避开了视线 诚诚 场地的事 我都沟通完了 累死了 她在避嫌 在我面前她担心露线 所以所谓挚爱也不过如此 李若新都累成这样了 她连个声都不敢知 所以 你在邀功吗 固然抱着我埋头在脖梗处蹭了蹭 诚诚 我都这么辛苦了 没什么奖励吗 眼见李若新的冲气筒 越打越用力 我转头忍住全身的不是亲了固然的脸颊 这样可以吗 李若新脸色惨白 看着我们亲你几乎就要哭出声来 我就像没看见一样 对李若新开口 姐 明天我们洗糖的盒子就到了 到时候还得麻烦你折一折 砰 她手上的气球打爆了 连带抱着我的固然浑身一颤 姐 你对我可真好 打气球都这么用力 李若新面对我的表扬不说话 只是低着头继续手上的活 我又搂住固然的脖子 你看姐姐这么为我们的婚礼出力 你可要好好对我 不然 我姐一定第一个饶不了你 固然一把将我搂进怀里 头卡在我的脖梗上 与李若新遥遥相望 怎么会 成成是我最最爱的人了 我知道她现在在看李若新 用眼神表达自己的迫不得已 我实在不想当他们感情的阻碍者 所以我决定给他们创造独处的机会 我推开固然 阿然 你留在家里帮一下姐姐 我可能晚上不回来了 公司采购报表出了点问题 我得去处理一下 说着我便开始穿鞋 贴见李若新 怎么也压不住的嘴角 我从没体验过正大光明的癌光 原来这样的刺激 这是固然小号上的留言 回到酒店 第一件事 就是打开刚换的带有监控功能的扫地机器人 开始录屏 我前脚刚走 两个人便磁吸一般抱在一起 像是要报复谁一样的深情舌吻 我开了一袋瓜子 准备看好戏 李若新泪眼婆娑 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一般 窝在固然的怀里 小然 我是不是很坏 我知道你们亲密是正常的 可为什么我会这么难受 为什么会觉得 是澄澄插足了我们的爱情 你说 我是不是这世上最坏的姐姐 可我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 说着她便开始扇 自己嘴巴子 尹德固然一阵阵心疼 我看着她这副样子 心底冷笑 她耍这样的小手段 简直就是手到擒来 小学六年级爸妈刚离婚那阵 我被学校选去游学 李若新极度地要死 便拿了把小刀在家里自残 吓得我妈赶紧送她去了医院 妈妈问她 为什么要这样做 她说 我觉得自己很差劲 样样都没有妹妹好 什么都要妈妈操心 就连游学都没有资格 我妈本就偏心李若新 她这一番话 把我妈心疼坏了 就这样明明是我学习成绩好 自己挣来的游学机会 被换到了李若新的头上 我妈吃她这一套 固然也吃 欣欣 你在干什么 这不是你的错 你是因为爱我 才会有这样的想法 要怪只能怪李若成 要不是她将婚期提前 我也不至于这么措手不及 真离谱啊 我怎么以前没觉得 她俩这样般配 颠工颠婆 自己道德败坏 却把错归到别人身上 那现在怎么办 你真的要和她结婚 固然犹豫着 欣欣 委屈你一阵 我爸妈那边 都已经通知了亲朋好友 和李若成 只能先办婚礼了 等着这儿过去 我就带着你和暖暖 咱们三去别的城市生活 李若新听到 固然要和我结婚 正要发疯 她这样的人 根本忍受不了 她的东西 被别人染指 欣欣 固然霸道地 吻上她的嘴唇 我在手机这边 看得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你别这样 我会心疼的 你听我说 我和李若成 还没领证 我保证 我的合法妻子 只有你一个人 李若新喜极而弃 当即脱衣服 要把自己献给固然 我看着屏幕里 这个人人称赞的 善良温柔的单亲妈妈 就是这样的下流 不知道我那个 自从爸妈离婚之后 就懂事得不得了的外甥女 知道她妈妈的本性 会不会变得更加内向 我陷入了深深的内耗之中 我报复李若新和固然的计划 必定会让许多无辜的人受伤 比如暖暖 顾家爸妈 甚至我那个视力眼的老妈 可是我若不做 我真的咽不下这一口气 凭什么 凭什么我什么都没做错 却要遭受这样的事情 监控里 两个人已经到了最后一步 固然抱着李若新 走向我的卧室 随后关门 扫地机器人被挡在门外 像个傻瓜一样 咔咔地撞着门 我遥控他回了充电舱 只可惜 后面的大戏 我看不到了 我把一桌子的瓜子皮 收拾干净 又把视频剪辑下来 整整依据的视频文件 我想应该够炸裂了 这回我视频上备注 距离婚礼七天 我姐姐和我的未婚夫 在我的房间里受性大发 我取回自己重定的婚纱 用固然地卡付了钱 李若新这回把几百个气球都打完了 就连糖盒也折完了 为了不让我起疑心 固然一点都没帮他 他说 你不在 我和姐姐在一个房间 不太合适 我表扬他 真会拿捏分寸 我回家时 李若新的双手 因为重复一个动作太久 已经开始频繁抽筋 我没理会他投来的忧怨目光 换上了婚纱给他看 姐 你看 我重新挑的极简婚纱 好不好看 他羡慕又极度的表情 几乎是直白地写在脸上 姐 你喜欢我的婚纱吗 或是 姐 你喜欢我的未婚夫吗 我还记得他十八岁时 许下的生日愿望 就是我拥有的他也要有 所以长大后 我的未婚夫他也想要 我拉起他的手 用眼神丈量着他的腰身 姐 你要不要试试我的婚纱 我感觉 你比我瘦一些 穿上应该比我好看 李若新的眼神 几乎在一瞬间燃起渴望 你瞎说什么 你的婚纱我怎么穿 怎么不能穿 你是我姐姐 怕什么 她原本就蠢蠢欲动的心 在我的蛊惑下终于崩塌 在她穿着婚纱走出来时 我不断地赞美她 姐 你真漂亮 一点也不像生育过的女性 要是固然先遇到你 你说 她是不是不一定会决定 和我共度余生了 李若新对着镜子细细打量着自己 一点都没听出我话里的试探 直到固然从外面回来 她提着裙摆转了个圈 像是展示又像是妖宫 怎么样 我对着固然汗手 姐姐穿是不是比我好看 固然眉头微皱 像是有些不悦 成成 这是你的婚纱 怎么能给别人穿呢 我一愣 有些拿不准她这句话 是为了麻痹我 还是什么 没事 让姐姐试试 没什么大不了的 固然吻了吻我的额头 满眼的歉意 可这是咱们的婚礼 我不想你觉得遗憾 诚诚 你知道的 我希望这个婚礼 能让你终生难忘 我满眼笑意地去迎合固然 给我编织的美梦 我知道 谢谢你 固然 同样 固然 这个婚礼 也必定让你永生难忘 李若欣尴尬地提着裙子 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固然刚才的一番话 彻底打翻她心里的幻想 她低着头 匆匆进了房间 再出来 她已经把婚纱换了下来 她脸上满是委屈 甚至没说一声再见 便落荒而逃 这一次 固然没有打算去哄她 当然 我也不会傻傻地以为 她这样做事情 便有转环的余地 我想李若欣 还是不够了解固然 但是我这个陪着她 她度过七年的人 足够了解 固然就是一个不甘平淡 又圣母的少爷 她会平等地可怜 每一个可怜人 当我过得风生水起 而李若欣 却要一个人拉着孩子时 她便会不自觉地去照顾她 当她觉得 我被蒙在鼓里 像一个傻子被他们戏耍时 她内心又会觉得 对我有一丝愧疚 在李若欣身上 固然既找到了刺激 又满足了别人需要她的虚荣心 但她因为什么迷恋上的李若欣 都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了 现在一切都准备就绪 我要做的便是忍耐 距离婚礼还剩两天 固然的发小 朋友 导师 还有顾爸 顾妈的朋友 全部都到了上海 我热情地接待他们 安排住处 没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不耐烦 人人都夸赞我贤惠又能干 说固然找到了一个好妻子 我也卖力地迎合让 所有人都挑不出我的错处 当然 李若欣也会抓住空当表现自己 可惜 没人注意到她 距离婚礼仅剩一天 李若欣的礼裙 不知怎么弄上了酒字 她疯了一样 朝我和我妈发脾气 茶几上的摆件和被子 被她摔了一地 没办法 为了安抚她 我将之前给她试过的婚纱 送给她穿 她一下没了脾气 欣喜地拿着婚纱 在手里妈撒 诚诚 你把这件给我穿 那你还有什么 我笑了笑 没关系 我还有一件主纱 当时订的备用款 这件你试过 现在临时找可能 找不到合身的礼服了 8月20日 我和顾然的婚礼正式举行 礼堂里坐满了宾客 顾然的公司的领导 作为正婚人 也已准备就绪 可是新娘却不见了 固然手握捧花 站在舞台上 寻找着我的踪迹 所有人乱作一团 不知情的人 纷纷议论猜测着 发生了什么 正当一片混乱时 不知是谁 将李若新推上了舞台 美光灯 也适时地打在了她身上 那雪白的婚纱 让所有人都误以为 这人就是新娘 可是相熟的人 很快地认出 这个穿着婚纱的女人 是今天新娘的姐姐 忽然 在一阵汽车碾压气球 炸裂的声音过后 大屏幕随之亮起 开始播放着一段 蓄谋已久的视频 视频始于一张下着大雪的背景图 爱上了未婚妻的姐姐怎么办 LRX是我的挚爱 为了她我可以放弃一切 距离婚礼12天 我发现未婚夫出轨 我刚离异的姐姐 附上的照片 是在李若新小区门口 固然和她旁若无人的接吻 距离婚礼7天 李若新穿上我的婚纱 用眼神询问我的未婚夫 她美不美 照片是李若新在我家里 是婚纱的图片 距离婚礼4天 李若新和固然在我的家里 受性大发 她们抵死缠绵 激烈地接吻 这被得的视频 引得大家对她们咒骂 距离婚礼一天 整整半小时的视频滚动播放 李若新疯了一般大叫着 谁放的 给我关了 这不是真的 她神情扭曲 推散着固然 你快想办法呀 把这个关了 一定是李若成陷害我们的 屏幕播放的内容被及时叫停 可人们议论的声音更大了 有人忽然在混乱中大喊 大家快把堂盒打开 里面的纸上印着这对 不要脸见人的出轨记录 李若新连滚带爬地抢走了一份 她打开后脸色瞬间惨白 那是我精心印制的固然李若新恋爱时 就装在她亲手折的堂盒里 纸张上面的印的照片全部都是高清 每一张照片旁 我都细心地打上备注 时间线分明 他们根本抵赖不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李若新疯癫地抓着头发 对指着她指指点点的人疯狂咆哮 你们看什么 我和固然在一起怎么了 我们都是单身 我们是相爱的 在一起有什么不行 有人对她真不要脸 明知道自己妹妹订婚了 还贴上去 你就是道德败坏 你这叫破坏别人的婚姻 你们没资格评判我 我没错 她执拗得要证明真爱无敌 可是在场的所有人都对她嗤之以鼻 她拉起裙摆 起身去拉固然 哭得一塌糊涂 你说话呀 他们都骂我 你怎么都不帮我 固然皱着眉 看向李若新的眼神 只有嫌恶 全然一副想要置身事外的样子 我真想问问固然 李若新不是她的挚爱吗 要是她现在敢当众承认 和李若新的关系 我都能说她一声好样的 可惜固然是个耸祸 当一切丑事都暴露在外 她只会逃避 李若新不认输地辩解着 试图让人们觉得她没有错 她只是一个渴求爱的女人 直到她看见了站在人群中 默默落泪地暖暖 她终于绷不住了 羞愧地倒在地上崩溃大哭 洁白的脱尾婚纱 散落在红色的舞台上 显得那么眨眼 我知道 她心里渴望一场属于自己的婚礼 可是她千不该万不该 去觊觎别人的东西 李若新二十岁那年 未婚先孕生下了暖暖 随后和暖暖爸爸领了结婚证 没办过婚礼 没拍过婚纱照 最后南方出轨 在暖暖六岁那年离了婚 她曾和我说 羡慕我和固然正大光明的爱情 羡慕我有机会穿着婚纱走向幸福 我理解她心中的缺憾 可这并不代表 她就可以插足别人的感情 看着她这副狼狈的样子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后悔 后悔自己曾经的放纵 固然见全场的人都在指责她 扔下手捧花 就准备转身离开 李若欣抓住她的脚踝 你去哪里 你准备扔下烂摊子就走吗 固然 我的生活都被你毁了 都怪你 固然公然丢了脸面 为了撇清关系 直接对李若欣拳脚相向 你怪我 那个脱了衣服送上门来的人 难道不是你吗 这种事 我一个人可来不了 李若欣 我仅没警告过你 让你等一等 要不是你没见过世面一样 去穿别人的婚纱 能让李若成 发现我们的事 固然为了摆脱李若欣的禁锢 几乎是口不择言 顾家父母 原本还对这事持怀疑态度 在用力安抚亲友的顾爸 听到自己儿子亲口承认 自己干过的烂事后 一口气没上来 直接昏死过去 可是固然这个烂人 为了逃避责任 并没有第一时间送顾爸去医院 反而一个人藏了起来 我打完120后 转身离开了婚礼现场 我已经买好飞往北京的机票 我妈打给我的电话 我一个都没接 这里的破事烂人 我是再也不想参与进去 我提前飞去了北京 我想以后我也不会再回来了 关于固然的事 后来是知道内情的同事 转达给我的 固爸爸被抢救过来后 断了和固然一切联系 固然在他公司是做宣传工作的 出了这样的丑闻 他几乎是连夜被开除 在业界也算是上了黑名单 你知道前几天我收外卖是谁送的吗 我轻笑了下 固然 猜对了 你知道他晒得有多黑吗 要不是他开口要好评 我都没认出来 挂了电话 我只觉得唏嘘 我不认为固然一个985毕业的研究生 沦落成这个下场是我造成的 他的每个选择都是他自己做的 所以无论什么结果都要他自己去背负 他选择所谓的刺激 便要接受堕入泥潭的结局 在北京待了几年后 我接到我妈打来的电话 诚诚啊 你在北京过得好吗 挺好的 你还不能原谅你姐姐吗 他现在已经受到了惩罚 丢了工作 出了门也是人人喊打 他犹豫片刻 怎么说他也是你姐姐 不说让着他 婚礼上的事你真的做得不对 固然虽然 我打断他 对于他这样的发言 我已经见怪不怪 那按你的意思 我被他抢了男朋友就要忍着 他和固然上床 我还要大度地说 没关系吗 刘梅 你别太偏心 既然你这么爱理若心 你就和他一起过吧 以后一辈子都不来烦我 哦 对了 你不是说固然是个千年难得一遇的 大好人吗 我不要了 你把他们俩凑一对吧 我挂了电话 实在有些无语 但好在这些人 现在根本引不起我的任何波澜 我吸了一大口奶茶 手机上是新交的男朋友 发来的短信 小程 我到了 你快下来 我带你去吃新开那家泰餐 我拎着包小跑下楼 不远处的男朋友 朝我招手 远处的夕阳正好 忙碌了一天 有爱我的人 期待我的出现 真的很美好 所以说 人只有摆脱坏的东西 才会在前方的路上 遇见美好 丸子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并挥宴上 男友宋亮对我离异 带俩娃的表姐一见钟情 深夜 她在微信上说 姐姐 你好迷人 像风中摇曳的一朵紫色玫瑰 我主动退还礼金 和她分了手 宋亮成了两个孩子的继父 后来 孩子们的生父超哥出狱了 她是表姐的竹马 也是她唯一的挚爱 订婚宴 我和男友在门口迎接宾客 表姐久违的出现 风至楚楚 眉目如画 一向淡定的男友 神色互变 她伸出手 嗓音音哑 姐姐 你好 我是宋亮 表姐淡淡笑了下 弯腰抱起孩子 儿子抱在左手 女儿牵在右手 她刚刚离婚 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生活 宋亮抛下我 主动为她引路 她把表姐带到大学同学那一桌 笑道 帮忙照顾一下我们姐姐哦 又匆匆走过来 从甜品台上 挑了两个小蛋糕 我慌忙拦住她 这个不能动 宴席还没开始 要等仪式结束 拍完照才能分 宋亮不耐烦了 你怎么忽然这么小气 我只拿两个 你把剩下的挪一挪 看不出来的 说着她便走过去 把蛋糕递给两个孩子 还摸了摸小侄女的头 我无奈地苦笑 动手整理余下的蛋糕 忽然间 婶婶阿姨们都冲过来了 七手八脚的强小蛋糕 她们念叨着 已经有人吃上了 孙子孙女还光看着 凭什么呀 精心布置的甜品台 瞬间一片狼藉 大红撒金的订婚书 也被挤落在地 踩上了黑色的脚印 摄影师小妹妹 徒劳地拦着宾客 请不要拿 我们还要拍照的 然而她一个外人的话 哪有什么分量 我心酸地将她拉到一边 算了 宋亮姗姗来迟 我捡起婚书 拍掉灰 忍不住朝她抱怨 看你干的好事 可她并没有在听 她虽然站在我身侧 眼神却摇摇地看着表姐 小侄女含着蛋糕 对她笑了下 宋亮伸出手 孩子气得比了个言 我拿着婚书 愣在原地 她明明 很讨厌小孩的 很快 订婚仪式结束了 我全程都笑得很勉强 筹备和期待了那么久 却是这样的结果 敬完一圈酒 我和宋亮并肩落座吃饭 我正要跟她说话 她却忽然站了起来 将位置让给一位迟到的长辈 我心里咯噔一下 有种不好的预感 长辈连连摆手 这不行 孩子 你得挨着微微坐 宋亮却笑道 没关系 我坐在微微对面 看她看得更清楚吗 大家被她的话都笑了 宋亮在对面位置坐下 朝我眨眨眼 她那温柔的神情 让我想起几个月前的情景 那天 我们去婚纱城 买订婚当天穿的旗袍 宋亮鼓励我是一套婚纱 我踏进层层叠叠的白纱里 店员耐心替我系好绑带 又将群尾铺好 帘子拉开 宋亮眼中闪出无限惊艳 她是我从高中时代 就认识的学长 在我上大学后 主动向我表白 几年来对我一心一意 体贴又温柔 我忽然觉得自己是多心了 从前 我对她提起过表姐 我提到她父母离异 和继父合不来 离家出走 早早辍学 又私奔生子 宋亮不以为意地说 是有这种女孩子 原生家庭不幸 就自暴自弃 我很生气 怪她没有同理心 宋亮诚恳道歉 保证以后见面 一定友善对待表姐 今天她行事不妥 但毕竟是做到了 她所承诺的友善 我歉意地朝她笑了笑 吃到中途 小朋友们开始满场飞跑 捉心布置的红气球 被他们拆下来 举在手里互相追打 小侄女孤单地站在门边 眼巴巴地看着 宋亮朝她招了招手 原来 她早藏起一支金色气球 此刻献宝一般递给她 小云接过气球 没有走开 她爬上宋亮身侧的空椅子 凑着她的耳朵 说起悄悄话 长辈笑道 小宋这么喜欢孩子 你们明年结了婚 抓紧自己生一个呀 她又问 这是哪家的孩子呀 我妈说 这是雨婷的孩子 可怜呢 爸妈离了婚 她爸坐牢去了 还有个弟弟才两岁 她又得意地说 不过 我准备把朱老板介绍给雨婷 结了婚 她也会对小云正好的 越说越离谱 我妈老毛病又犯了 我踹了她一脚 她浑然不觉 仍然在续到朱老板48岁 妻子去年癌症死的 宋亮忽然盯了我妈一眼 神色中是掩饰不住的厌恶 我心中一惊 筷子啪的一声 掉到了桌下 转瞬间 她换了负面孔 低头温柔的哄到 再吃一点 小云 吃饱饱才能长高高哦 她全程都没有再看我 专心照顾着身侧的小女孩 小云爱吃虾 她便耐心为她包了半碗 其实宋亮最讨厌包虾了 讨厌汁水浸在手上的感觉 讨厌洗不掉的腥味 小侄女吃着吃着变困了 两手不住地揉眼睛 宋亮将她揽进怀里 让她靠在胸口睡觉 这一切她做得很自然 没有半点勉强和不耐烦 散席时 小云已经跟她很熟 拽着她的手 要她一起走 大家笑起来 姨父可不能跟你一起走啊 她和小姨才是一家人 奈何小姑娘拉着宋亮的手 就是不肯放 表姐用力把女儿的手扯了过去 小女孩挖得哭了 宋亮蹲下身 心疼地抱住她 乖宝贝 下次我们再一起玩 然后她掏出手机 神色自然 姐姐 加个微信吧 小云可以随时给我发语音 国庆假期结束 我俩胜高铁返回北京 一路上 宋亮带着耳机 听着小云的语音 嘴角疯狂上扬 她还举着手机 不厌其烦地拍窗外的风景 发过去 我烦躁地伸手取下她的耳机 得到一个冰冷又诧异的眼神 我问 宋亮 你是全程不打算理我了吗 她中眉道 你这是说什么呢 我哪里又惹你了 有话你就说嘛 我呼得感到委屈 上了车 你一直在听小云的语音 我哪有机会跟你说话 宋亮愣了下 嘴唇弯起来 她伸出大掌揉我的头发 哟 你都二十三岁了 还给一个小女孩吃醋呢 你真可爱啊 宝宝 我更生气了 正色道 宋亮 我不喜欢你这样讲 我并没有吃一个小女孩的醋 我只是觉得 作为未来一副 你未免有些太上心了 宋亮放下手机 柔柔眉心 向椅背上一靠 行吧 是我不好 我本来是听你的 想尽量照顾下你表姐的孩子 毕竟他们不容易 但是既然你现在又反悔了 她做一个投降的手势 那我不再回复她的消息了 好吧 只要你别再说我没有同情心 她阵阵有词 逻辑滴水不漏 倒是趁得我小气又反复 我觉得憋屈极了 扭过头去看窗外 高铁进入隧道 车窗忽然按下来 窗子上 清楚地倒映身侧的人 宋亮嘴上说 不再回复了 眼睛却直盯着手机屏幕 似乎下一秒 就要点开聊天窗口 她在撒谎 出地铁站时 北京已经是一派深秋气息 明明只离开了一个星期 恍惚间 却有种物是人非之感 平静的生活 持续了一段时间 有天 宋亮不经意地问 你表姐多大岁数了 我如实回答 比我大三岁吧 二十六 什么 她惊讶地张大了嘴 那不是只比我大两岁吗 才二十六 就有两个孩子了吗 不过她确实很年轻 要是不带孩子 走出去说是女大学生 也有人信 我铭紧了嘴巴 耳边回想着她下意识的那句 那不是只比我大两岁吗 上次听到类似的话 还是在公司里 一位同事对新来的实习生有好感 特地问了对方年龄 然后投一句话就是 哦 比我小三岁 特地问起 又下意识计算年龄差 是很在意的体现吧 当天深夜 我察觉到枕边有隐约的光线 抬头去看时 却变回一片昏暗 送亮的呼吸 有着规律的节奏 手机倒扣着 牢牢握在掌心 我失眠了 睁着眼睛 直到凌晨三点 她终于睡熟了 我悄悄抽出她的手机 用她的指纹解了锁 和表姐的对话窗口里 只有一段话 姐姐 你好迷人 像风中摇曳的一朵紫色玫瑰 不知道姐姐 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 叫纯真年代 其他的聊天记录 都已经删去 送亮大概是 等着这条消息被回复 等睡着了 她虽然是个理工男 却相当文艺 豆瓣掏250的电影 几乎看完了 她尤其喜爱纯真年代 电影里 男主角本来已经拥有 洁白如百合花般的未婚妻 她又难以克制地 爱上了对方声名狼藉的表姐 世俗所不允许的禁忌之恋 浪漫又动人 宋亮 你是想把自己带入其中吗 未免太自恋了 我正准备把手机放回去 表姐回复了 是吗 谢谢 没看过这部电影呢 改天我看一看吧 姐姐是个聪明人 不会不知道宋亮的居心 她回复了这么多字 第二天 我向宋亮提出了分手 订婚的礼金和三金都没动 原样奉还 好聚好赛 宋亮说 薇薇 你这是干什么 婚前焦虑 所以要闹一场吗 我冷笑道 紫玫瑰出现 我当然该退出 她的脸疼得红了 雅然站在原地 我走到门边 她追上来拽住我的手 薇薇 我只是一时心缘一马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保证和她断绝联系 相信我 薇薇 我怎么会看上一个 连高中都没有毕业 还拖着两个小孩的女人呢 我指示她 道 宋亮 我不知道 你下次心缘一马 是在什么时候 世界上多的是紫玫瑰一样的魅力女人 错过这一个 还有下一个 总会有一个学历高 不拖着娃的 到时候你会果断离开我吧 你要我去防备所有类似的女人吗 那我别的事情不用做了 清晨我短暂睡着了 做了个噩梦 梦里 我捧头垢面地举着拖鞋 打着一只又一只 永远也打不完的蟑螂 没完没了 那种绝望真够人寿的 我生生吓醒了 醒来时 看见身旁的宋亮在呼呼大睡 觉得无比恶心 一个僵揣着紫色遗憾 和我走进婚姻的男人 不要也罢 我拎着简单的行李走了 几天后 搬家公司上门 根据我开出的清单 搬走了其余行李 北京租房不易 好在有位北京同学正独居 提出借我一间次卧 临时落脚 我开启了新生活 独自北漂 心情不好懒得收拾 为开封的行李 在墙角堆了好久 阳光照进来 灰尘四处浮游 我没什么时间自怜自艺 刚参加工作 有时连周末都得加班 忙有忙的好处 加班间隙 我摸了摸自己的胸口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心痛 看来 我做了绝对正确的决定 宋亮的爸妈得知我们分手 很快追来北京 劳两口在公司楼下等我 我一出楼门 宋亮妈妈就迎上来 握住了我的手 她恨恨地道 也不知道你表姐使了什么样的手段 亮亮竟然说要娶她 天哪 丢死人了 一个二手货 还带着两个脱油瓶 我抽出手 自卫地深深超进口袋 阿姨 我们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宋亮的选择是她自己的事 她当众擦起眼泪 微微求求你 宋亮以后一定会后悔的 也不知道这孩子喝了什么迷魂汤 微微 好孩子 请你姿态放低一点 好好跟她讲 不要吵 她会回心转意的 她儿子出了鬼 要求我把姿态放低 之前就觉得 宋亮的妈太把她当回事 这下更觉得离谱 我在心里冷笑 什么迷魂汤 也许宋亮是恋母情节大爆发 毕竟她妈曾当众说 从前母子俩常玩王子和公主的游戏 宋亮直到初三 还会跟她一起睡 把爸爸赶到次卧去 面对宋亮妈妈的纠缠 我只觉得肚子很饿 很烦躁 隔壁美食城新开的窗口 一定排起长队了 今天可是提前五分钟溜下楼的 又吃不上了 真想打人 宋亮妈妈仍在软硬间时 我彻底失去了耐心 曾合作过的一位同事 从旁边路过 他狐疑地看着我们 我知道他是单身 伸手便扯了过来 昂着头 只高气扬道 阿姨 我们要去吃饭了 请让一让 然后 我拖着对方 抬脚就走 没有白白利用别人的好事 当晚 我请方智州吃饭 随手选了一家新开的日料店 到那一看 是八百的自助 好吃是好吃的 但一顿饭支出一千六百大洋 很是肉痛 更生宋亮妈的气了 表姐和宋亮在老家摆酒了 妈才后知后觉 她连发几十条五十秒语音 我颤抖着手 没有打开的勇气 她又夺命连环地 发起视频通话请求 我终于按了接听键 一接通 就下意识地 把手机扔到桌上 妈在手机里怒吼 你让这么个二婚的 抢走你的男朋友 你能有点出息吗 我任由她对着天花板 怒吼了五分钟 才颤颤巍巍地 把手机扶正 室友兼房东 从门边经过 抛来同情的眼神 妈终于骂累了 她嗓子哑了 失神的喃喃道 卢宇婷欺负谁都可以 不该欺负你呀 世上那么多男人 为什么非要抢你的呢 那时候 她跟家里闹翻 和一帮街溜子 在外面混 有时恶狠了 到亲戚家蹭饭 你那些个表弟表妹 哪个给她嚎怜子 小君还叫她滚呢 也就是你 每次看见她来 都欢天喜地的寒姐姐 吃完饭 还拉着她在你房间里睡 她第二天偷偷溜走了 你还哭呢 妈说的这些事 我模糊地记得 从小是独生子女 没有哥哥姐姐 表姐每次来我都很兴奋 连饭都会多吃一碗 初一住校 学校不准带零食 表姐翻墙头出去玩 深夜回来 溜进我的宿舍 把零食放在我枕边 靠近墙的那一侧 用被子盖着 不会被人发现 高中部的学长们说 林薇薇 我们是卢雨婷的哥们 照着你呀 逃学出去玩 给我带零食那个时期 大概在表姐亲生父亲去世之后 很快她就和继父闹掰 彻底辍学 离家出走了 我一路考重点高中 重点大学 生活斑斓多彩 把她淡忘了 直到她在订婚宴上出现 她穿白色T恤 黑色长裤 拖着两个孩子 但她美得惊人 是落魄和疲倦 掩盖不住的天生励志 也许是无心 也许是友谊 她狠狠地改变了 我这个小表妹顺遂的人生 回过神来 妈还在叹息着 重复那句话 卢雨婷这人 真是没良心 欺负你到这份上 当晚 我失眠了 想起了很多从前的事情 表姐曾是整个家族的宠 因她从小就眉目如画 唱歌跳舞样样来的 人前表演从不露怯 但后来 姑妈和姑父离婚了 姑父可能是心情郁闷 喝多了酒 醉倒在街头 偏赶上寒流来袭 壮壮实实的一个人 生生冻死了 姑妈很快再婚 继父一开始蛮喜欢她的 喝醉酒时 当众把表姐搂在怀里 表姐神情别扭 长辈们却都说 你爸爸真喜欢你呀 后来矛盾却闹得不可收拾 表姐看见继父 就想看见仇人 我考进外事的重点高中后 间歇地在妈妈口中听到她的消息 她和人未婚同居 被家长发现后 两人连夜私奔 再回来时 已经抱了孩子 继父上门闹事 把他们布置的新房 砸得稀巴烂 要了五千的彩礼 她有事没事 就晃到表姐家纠缠 小两口只得再次背井离乡 后来姐夫坐了牢 后姑父猝死在麻将桌 表姐无依无靠 带着两个孩子回家 和姑妈恢复来往 回来没几天 就参加了我的订婚宴 妈说 你这个后姑父 哪怕晚死一周呢 也算做了件好事 这话说的还怪逗的 我也不喜欢后姑父 第一个姑父憨厚而高大 从前带我们去动物园 轮番地把同行的孩子 扛在肩头 当然 扛了最久的 是她最宝贝的女儿雨婷 后姑父就不一样了 她看人的眼神贼贼的 又小气 在她家多吃一口肉 都要盯着你看 喝了酒还总拉着我的手不放 讨厌死了 东想西想 又失眠了 月光明晃晃地照进来 我伸手看着掌心的纹路 初中时 同学照着杂志给我算命 说感情线和生命线有交集 注定要受几回情伤 我轻轻握拳 很阿Q精神地想 宋亮在我这里 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让表姐去垃圾回收吧 也许还能派上点用场 明天好好劝劝妈妈 别再为这事情烦心了 后来 宋亮的妈妈 常常给我发微信 抱怨宋亮眼瞎 问候我的身体和工作 怀念从前 我没有拉黑人的习惯 只是保持沉默 也许 我就是安纳不住好奇 想看他们的后续 这就像在现实中追连仔小说 谁能忍住呀 三个月后 他在朋友圈发了出游的照片 亲切地挽着小侄女的手 这在我意料之内 儿子在错 总归是儿子嘛 原谅是迟早的事情 手抖了一下 一刷新 这条朋友圈没了 点进主页去看 他的朋友圈 已经是一条横杠 居然屏蔽了我 太过分了 我正在气恼 妈给我发来一条消息 你小超哥哥快要出狱了 听说在里面立了功 捡了好多行妻 我一阵兴奋 忙问 还有多久 下个月就出来吗 盯着手机屏幕等他回复 等得抓心挠干 他却消失了 妈就是这样 他有事就夺命连环地 call你 你有事的时候 哪怕是秒回 人家也能随时消失不见 我又一次陷入了回忆 王超哥哥呀 也是熟人呢 少年的他爱穿白衬衫 风吹衣角 飘然如白色雨歌 我偷偷看少女言情杂志 总是下意识带入他的脸 尤其当男主角是白衣飘飘的校园男神时 王超哥哥的白衬衫光洁如新 因为有个好妈妈替他清洗 称平 晾在晴空下 王阿姨是白白的鹅蛋脸 手很巧 从前替我织的一件绒线衣 小黄鸭旁 还有微的字样 小时候闯了祸 被妈妈举着条肘追打 常常是王阿姨救我 简直观音菩萨下凡 小超哥哥也好 从前 我们一群狗都闲得小矛头 经常叽叽喳喳把他围住 他笑吟吟的 爆出一罐水果糖 朗声道 乖乖做好 教你们背诗 背得出 就吃糖 表姐比我们大三岁 懂事多了 从没缠过小超哥哥 有时凑巧看见 他俩一路上学 我在后头远远跟着 表姐是舞蹈队的领舞 走起路来微微外八 目视前方 昂着头 像只小白天鹅 小超哥哥高他一头 静静和他并肩走着 春日的暖阳下 夏季浓衣里 他们好像总是那么静静同行 也不讲什么话 变故是忽然发生的 小超哥哥的妈妈 一声不吭 喝了滴滴味 原来 他爸爸在外面有了私生子 其实 王叔叔一向晚得花 连我这样的小孩都知道 但是小三抱着孩子上门闹 还是头一次 王阿姨忍耐多年所维持的体面 就那么被撕碎了 他其实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吧 妻子一死 王叔叔带着小三和孩子去了省城 小超哥哥一夜之间失去父母 开始逃学 我撞见表姐跟他大吵 他手里夹着香烟 许久未剪的头发挡住了脸 颓然说 你别再管我了 表姐夺过她的烟 用黑色小皮鞋碾灭 她倔强地握住了她的手腕 声音明快 我管到底了 秋天快结束了 距离姑父姑离婚 姑父冻死街头 也不过还有几个月 回过神来 外面天都黑了 我妈不知什么时候回复了一句 不到一年 周末 我妈又给我播视频 这次她气色特别好 畅快地说 宋亮被打了 我一头雾水 八卦之心熊熊燃烧 面对我渴望的眼神 对面卖起了关子 这是说来话长呀 她眯着眼睛 吹了口手中的龙井茶 喝 龙井都泡上了 原来 结婚后 表姐来了北京 宋亮的妈 也跟着来了 理由 是要好好照顾儿媳 争取早日怀上孙子 三个大人 两个娃 三代同堂地挤在 我们从前住的那个卧室里 记得那是个三居室 宋亮租的是主卧 宋亮妈和表姐 带着孩子睡床 宋亮打地铺 周末宋亮妈就带着两个孩子 在外面混时间 把卧室留给小两口 天哪 这是什么恐怖故事 我尴尬地脚趾抓地 本以为宋亮妈不至于这么变态 还是低估了她的水平 想到这种好日子 差点属于我 后背凉嗖嗖的 过了三个月 表姐没怀上孕 宋家起了疑 查出表姐白酒之前 偷偷做了皮埋 根本不可能怀孕 吃宋亮的 用宋亮的 三张嘴靠宋亮一个人养 她明明能生 竟然不生 宋亮的妈 当即就血压升高 住进了医院 宋亮第一次对表姐动了手 之后 她请了假 拖着老妈老婆和孩子回了老家 回来当晚 就在小巷子里 被人套上麻袋 狠揍了一顿 谁打的 我妈笑得邪恶 你姐姐从前不是 在街头混过两年吗 他们那帮人 讲义气的时候 很讲义气的哦 我又问 不是 前因后果 你咋弄得这么清楚 你开情报站的呀 我妈又笑了 呵呵 宋亮的妈 啥事都跟她二姐讲 她二姐跟我一个广场舞队的 碎嘴 现在我们队的人都知道 春节前夕 我妈不知道 从哪里受了一波刺激 她对我吼道 要么你带个更好的男人回来 要么就别回来 临时我去哪里抓呀 只得默默退了票 除夕夜 感冒得我 一边吸着清水鼻涕 一边吃着康师傅 红烧牛肉面 大年初一 我游魂一般 在北京街头闲逛 到处都歇夜 站在天桥上 看四环的马路 空空荡荡的 有家难回 饭也吃不上 我疯狂咒骂宋亮 希望等小超哥哥出了狱 狠揍宋亮一顿 揍得他满地找牙 转念一想 忽然有点内疚 小超哥哥是个好人 出狱以后马上再打人 恐怕不行 但既然是爽闻 也不必 非得是他来打 我开始想象更邪恶的场景 一边呵呵冷笑着 一边逛到了公司楼下 旋转门一动 方志舟从里面出来了 他迎着光 眯起眼睛 打亮着我 你在神友 走 请你吃饭 他熟门熟路地 找到一家 还在营业的重庆火锅店 这家店做的是街坊生意 因而虽然冷清 倒还开着 我毫不客气地 蒙点了一波菜 锅开了 撸起袖子 掀下一块毛肚 方志舟忽然问 那天楼下 拦你的是什么人 我撇撇嘴 前男友的爹妈 求我姿态放低 去争取复合 离谱 哦 他恍然大悟 怪不得 那天吃饭时 看你那凝重的神情 我没敢多问 非也非也 那是因为 到了店里才知道 是人均八百的日料自助 我在绝望地默默计算 自己一个月能挣几个八百 但我什么也没说 把毛肚在油碟里裹一圈 嘎嘣嘎嘣地嚼起来 为啥选我 明明旁边还有一个人 他漫不经心地问道 眼睛盯着筷子尖 我偏头看他 回忆片刻 道 既然虚荣 就虚荣到底 你长得不错 穿得也算有品味 老太太回去路上 把你和他儿子对比 会更加绝望一些 其实我早已忘记旁边那个人是谁 但彩虹屁又不要钱 拜送量所赐 我可是迅速地变得现实了 年后又过了些日子 某天 室友见我在飞速打字 鬼惊鬼惊地来了一句 哟 有新目标了 我大大方方地说 没错 还以为幸送地 给你留下心理阴影呢 我仰头大笑 我才二十三岁 累了倒头睡 饿了就大吃 心沉代谢 还算旺盛 不用磕带嘴巴 所以情商特别容易痊愈哦 方志舟是我喜欢的类型 不妨试试看 同事啊 他皱起了眉头 办公室恋情最麻烦了 放心 他已经被猎头挖走了 室友松了一口气 那段时间 方志舟带我去郊区 吃好吃的馆子 又陪我去天桥艺术中心 看演出 他表白时 我一点也不意外 也许 我从来就不是 宋亮以为的单纯女孩 乖乖地只等着她来发现我 爱我 直到背叛我 也许 从前我只是为了她 下意识地屏蔽了其他异性 不代表我别无选择 可惜对方并不像我 没有如此高尚的情操 志得意满的我 继续发表恋爱观点 我可不会为了男人 拿工作冒险 自己的事业是第一位的 当然 我会真诚地对待方志舟 不真诚 又何必开始呢 是有露出一个女儿 终于长大了的欣慰眼神 她默默竖起大拇指 可以去做情感博主吧 我妈说她后悔了 据说除夕她自己在家 春晚都没心情看 早早上床 在被窝里偷偷哭来着 心胸宽广的我 利用清明假期回家 一路向南 渐渐是平临默默 大好春光 物是人非呀 从前 都是和宋亮一起回家的 当初之所以熟络起来 就是老乡 兼学长的她 主动教我买票 回家的直达票没有了 就拉长行程再看 想买的那趟车 往往有全程票剩下 买到终点站 多花几十块钱 比换成方便多了 学长热心又可靠 从小城市乍到北京的我 一下子觉得特别有安全感 我答应了她的表白 从此眼里心里 只有这一个人 恋爱时 她常摸着我的头 夸我单纯可爱 我还很高兴呢 现在想起来 只觉得脸红 也许这个世界上 根本找不到保证 不变心的男人 好在我不是就是女子 不必把一生的幸福 维系在男人的良心上 受过高等教育 能够自食其力 就该站稳脚跟 随时可以独自过活 回家第三天 二舅妈请我吃饭 这位舅妈向来喜欢声势 嘴上也不饶人 我本不想去 妈却说 我如今在今工作 也算有点出息 不去的话她要说 我瞧不起她了 我就去了 一到她家就看见 宋亮抱着小伯 坐在一条长凳上 小云在她脚边玩小汽车 我瞬间僵住了 二舅妈呀 二舅妈 你是懂给人惊喜的 她解释道 表姐出门 进货去了 所以喊他们来吃饭 还说 毕竟宋亮 是她一外婆的重孙 而且一个男人 哪里会做饭呢 宋亮爸妈 又上南京探亲去了 不在家 我站在门边 如芒在背 宋亮抬头 诧异之余 竟然微笑了一下 她说 薇薇 你变成熟了 更漂亮了 薇薇 你最近还好吗 她的语气 让我很不愉快 像在居高临下的 安抚一个被抛弃的人 我随口就来 是吗 哈哈 你怎么老了这么多 真是被她的抬头纹 和明显稀疏的头发 惊到了 宋亮下意识地 摸了摸自己的头顶 我找不了一句 呵呵 带娃真是令人老啊 她愣住了 明显不自在起来 也许我就是存心这么说的 谁知道呢 我有时对自己的黑暗面 也不是完全了解的 一顿饭吃得食不知味 饭后 宋亮拖着两个娃先走了 小云偷偷回头看了我几眼 她跟表姐小时候 长得蛮像的 但神情畏畏缩缩 因她根本没有一个 安定正常的童年 我也打算开溜 却被二舅妈热情地拉住了 她把我拉到卧室里 压低声音 讲了一堆八卦 她说 表姐本来跟着宋亮去了北京 但是住不惯 说要回来 宋亮便拿出积蓄 在老家给她开了家母应用品店 店铺的生意相当好 房东看了都眼红 后悔租金要少了 后来 宋亮休假回家 看见有个搞建筑的老板 把豪车停在路边 舔着个大肚子 站在店里跟表姐扯东扯西 邻居说 这老板常来买上些纸尿裤 奶粉 到处送人 宋亮肯定不放心啊 隔三差五请假回来搞突击 真的事情倒是没撞见 但总请假 北京那边公司里 领导也不乐意 刚好这边 有个人才引进的机会 他就回来了 宋亮竟然放弃了北京的工作 当初为了进那家公司 他把往年的笔试题做了好几遍 又花了好多心思找人内推 最后如愿进了核心技术港 收到邮件时开心疯了 况且 他最讨厌小地方 以前常说 庙小妖风大 水浅王八多 小地方到处要靠关系 人的大好精力和才华 全都无谓地消耗了 看来 他为这段感情 牺牲得不可畏不多 二舅妈见我出神 拉了拉我的袖子 又讲起皮埋的事情 据说 宋亮的妈已死向逼 表姐同意去医院弄掉 她蓄到的我脑袋疼 一直讲到肚子里的饭 都消化殆尽了 总算讲到主题 威威 你在北京 一定赚很多吧 我儿子马上毕业了 请你给介绍一个工作 我们要求不高 工资能到一万 也就差不多了 你弟弟毕竟是本科生呢 到时候找个北京女孩 扎下根 和你也能相互照应不是 我恩恩恩地点头 又不是白纸黑字的承诺 怕什么 总算脱了身 回去路上 越想越搞笑 合着说上那么一堆 是为了讨好我 她的脑回路真的 异于常人 趁着假期闲暇 我去理发店 修一下发尾 正捡着 有个穿睡衣套装的大婶 晃了进来 她四处摸摸看看 然后坐下扯闲天 这年头真是养不起孩子 一罐奶粉 喝不了一个月 卢宇婷真黑心 卖得死贵 媳妇非要从她店里买 不是她挣钱 就不晓得心疼累 店主并不搭枪 安静地剪着头发 大婶在长凳上扭扭屁股 干咳了两下 她鬼鬼祟祟地继续道 卢宇婷在娘家的时候 就不安分 跟她后爸 哎哟 谁敢说呀 店主打断她 快别说了 这种话能乱讲吗 什么乱讲 我侄女就住她家旁边 那天夜里看到 卢宇婷连鞋都没穿 光脚跑出来的 两口子在家吵了半宿呢 第二天 夫妻两个就和好了 亲亲热热出门打牌 可见是小东西先招惹的 怨不得难忍 可 从小就是个狐狸精 我脑子里嗡了一声 怪不得一直觉得不太对劲 原来我看到姑父 就下意识觉得恶心 是有原因的 原来表姐离家出走 并不是单纯的叛逆 眼前展开一条黑暗的街道 寒夜 鲜瘦的少女光着脚逃出家门 从此在街头流浪 大婶犹在喋喋不休 王家那个男孩 又让他给勾搭上了 私奔不算 还为他坐了牢 你这话说的可不公道 店主停下了剪刀 王超跟人打架 把人家头打破了 人家不肯和解 才坐得牢 他进去以后 雨婷还常常去苦主家里送米送油 那家有个老太太 瘫痪了拉在裤子里 他都啃洗 大婶很不服气 那是他心里不安 大家都是老乡 在昆山一个厂里打工 怎么就打起来了 还不是他引得两个男人 欧气动手 打的是管齐虎 我娘家姑奶奶的孙子 很好的小伙子 他竖起了大拇指 我从椅子上跳下来 太阳穴秃秃直跳 我转身指着他 怒吼道 放你的狗屁 管齐虎以前跟我同桌 整天打我 写作文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 就是个白痴坏蛋 我气得发抖 这是深埋多年的童年噩梦 今天竟然又听到 这个恶魔的名字 还被夸是很好的人 那会儿我上小学三年级 他捏着拳头 冷不丁就朝我背上来一下 有次我连嘴巴都磕破了 满嘴的血 以为自己快死了 我去找妈哭诉 她眼睛盯着麻将牌 不耐烦地说 去去去 怎么光打你 不打别人 还不是你惹她了 我找班主任调座位 他说 再给他一次机会吗 我会教育他的 一转身 就听见他说 妈的是真多 于是我继续被管齐虎殴打着 每天不知道他的拳头 哪一秒会落下 我也打他 可他不屑地哼一声 一点也不疼 脑痒痒呢 然后更大力地捶我 我每晚缩在被窝里哭 不想去上学 是姐姐救了我 放学时 他等在校门口 一见管齐虎出来 就在后面猛追 管齐虎眼看要被追上 赖皮地躺在地上打滚 姐姐问他还敢不敢了 他都吓得尿裤子了 那时的姐姐 是带着三道杠的大队长 很威风的 后来 老师帮我换了一个女孩 做同桌 后来 我开了窍 渐渐总是考班级第一 老师常夸我 妈也对我另眼相看 认真地培养我念书 从此求学之路 顺遂而光明 可是 要是没有姐姐 也许就像同学小青那样 装病不去上学 先是一周 再是一个月 然后就跟不上彻底辍学了吧 那是我的人生 很关键的十字路口 但因为后来太顺遂 我已经忘记了 全都忘记了 包括姐姐为我做过的一切 回京前一天 我不知不觉地 逛到了熟悉的街口 转过弯 就是表姐的母婴用品店 我停住脚 心里百感焦急 忽听到有人议论 小云丢了 她妈忙着做生意 她就丢了 背着小的去找大的 可怜了 我在狭窄的街道上 狂奔起来 一路查看数不尽的小巷子 把路边破旧的八楼 都掀开来看看 就不锻炼 很快便挥汗如雨 气喘吁吁 我把步子放缓 眼睛还匆匆地搜寻着 在人海里找一个小女孩 太困难了 一直到暮色四合 才看见她在小学的墙根下蹲着 小小的一团白 一晃神就会错过 我想把她抱起来 她却更往后缩 手背着 小脸煞白 我累得坐倒在地 反正找到了 不急 视线下移 赫然看见 她白裙子上 洒满了斑斑点点的血迹 极度担忧下 我吐了一口 反流的胃酸 冲击着鼻腔和咽喉 苦不堪言 小云似乎想扶我 却一个亮腔 扑倒在我身上 这才让我抓住她的手 中指的指节处 被划得都露出了骨头 虎口处 忽着的一层血都干了 原来 有个小孩用她的手势刀 血弄脏了白裙子 她害怕被奶奶骂 怕妈妈跟奶奶吵架 就攥紧手到处躲 生活在那复杂的家庭里 早早学会看人眼色 她选择把自己尽量地藏起来 小云怯怯地说 小姨别告诉我妈 我鼻子一酸 呼地想起了小时候被殴打欺凌的自己 我把孩子抱到附近医院 书上液 自己的体力已经到极限 在自动售货机上买了瓶可乐 我倚着墙 匡匡往嘴里灌 前几天看见的大婶 见鬼一样瞅着我 估计是对我那天发疯的情景 心有余悸 有个年轻女人 抱个小男孩 和她一路走 我大喜过望 迎上去说 姐妹 请你帮个忙 你肯定有卢语婷的联系方式 告诉她 她女儿在医院急诊时输液 哦 好的好的 对方是个聪明人 马上打了语音电话 回到家 我问我妈 记不记得三年级的那件事 当年 面对我的球员 她在麻将桌上头都懒得抬 说管其虎打我 而不打别人 是因为只有我惹了她 我妈瞪大眼睛 猛摇头 你胡说 根本没有这件事 又自己想了想 更坚定地道 绝对不会 我一定会找对方家长的 你肯定记错了 我凄凉地笑了笑 便去洗澡了 第二天 她买了满桌早点 把我爱吃的都买齐了 叫我多吃点 我知道 她想起来了 但她不会承认 也不会道歉的 可即使是这样的家庭 也是表姐望尘莫及的了 至少我安稳地念完了书 回到北京以后 过了些日子 听说 小超哥哥出了狱 他用家里的门面 开了家早餐店 天不亮就起来 在门口架上油锅 炸油条 炸麻团 豆浆是现打现煮的 生意渐渐好起来了 早餐店 跟表姐的母婴用品店 没隔多少距离 有人看见她和表姐 在街上偶然碰见 还互相点点头 放学时间 小超哥哥还去小云学校门口 站着发呆 我妈说 总觉得这样下去 迟早出乱子 前夫就在家门口 这叫什么事 他一语成衬 小超哥哥发高烧 早餐店几天没开门 表姐去看她 发现她都昏迷了 便打了120 这是瞒不住 宋亮知道了 狠狠打了表姐一顿 有个同事学历不如她 在跟她争晋升机会 便向妇联举报了她 妇联的人上了门 表姐的伤 高领长袖毛衣 也遮不住 眼眶上一大块鱼青 宋亮被当成反面典型通报批评 一怒之下便辞了职 几天后 手机响了 是曾经熟记于新的北京移动号码 我接通了 对方为了一声 随即沉默 电话里 听得见湖水拍打十岸的声音 宋亮忽然道 微微 是我对不起你 她嗓音低沉 似乎饱含着悔恨 我心里一点波澜也没有 时光和新欢的力量太强大 我也变了 曾经认为要共度一生的人 如今对我来说 完全是不相干的外人 连创伤都没留下 方志舟正在旁边坐着 两只手掌上下交替 专注地给小猫做按摩 小猫眯起了眼睛 呼噜呼噜 阳光正好 明亮而不燥热 我叹了口气 决定说点好话 不用再说这些了 我早就不在意了 你跟我姐 好好的 她诡异地笑了下 道 我自己选的这条路 还能怎么办呢 麻烦 真麻烦 我真恨不得从湖岸跳下去 可又觉得 太便宜那对贱人了 活着总归是好的 我很苍白地说了一句 便继续沉默 她总算挂了电话 我呼了一口气 心想 还好 一团糟的你 跟我毫无关系 人总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 没有任何人把刀架在你脖子上 叫你选择这条路 是你昏了头 以为人生可以像电影一般浪漫 现在又后悔 我和方志舟的恋情进展顺利 初恋那会儿 甜甜蜜蜜中 无法想象交往第二个男朋友的情景 然而真的换了新人 才发现其实挺好的 方志舟更洒脱 松弛 遇到不如意的大小事情 往往一笑而过 而不是耿耿于怀 反复揣摩 连带着 我也头顶笼着乌云 果然找对象这件事 需要放开眼界 我休年假回家 听说小云又不见了 这次连同他一起消失的 还有小超哥哥 大家说 肯定是亲生爸爸带着女儿跑了 表姐不放心 独自背着小伯去了趟昆山 找了三天 无奈地回家 宋亮在家里呼呼大睡 不帮忙 也不干涉他 挺反常的 有天 我在路上遇见表姐 他推着小伯 疲倦地慢慢走着 我追了上去 他停住脚 看我的眼神有些慌张 我笑了笑 孩子睡着了 他点点头 这还是订婚宴后 我们第一次说话 刚巧 方智州打电话来 问我返程的车室几点 打算到时去高铁站接我 我挂了电话 向表姐说 是我男朋友 她的神情明显放松了 接电话的举动 触发了深藏的记忆 我忽然想起宋亮 给我打电话那天 那单调空洞的 湖水拍打十岸的声音 还有那句使人不安的 麻烦 真麻烦 我真恨不得从湖岸跳下去 可又觉得太便宜那对贱人了 那湖边 有一片废弃的厂房 长满了荒草 我心里突突直跳 姐 我们去湖边找找看 表姐很顺从地跟着我 路程不远 我们步行过去的 废弃厂房外 爬满了拉拉秧 是最讨厌的一种野草 要是走快了 脚腕上一拉就是个血口子 我艰难跋涉 穿过拉拉秧的海洋 扒开枝亚作响的铁门 一眼就看到了 一大衣小蜷缩着的两个人影 我大喊一声 找到了 听到声音 小超哥哥睁开了眼睛 嘴巴动了动 他整个人像一尾搁浅了脱水的鱼 裸露的皮肤被钉满了疙瘩 小云靠在他身上 抱着只小水壶 里面一滴水都没有了 一大一小 被人用粗绳 牢牢捆在了柱子上 捆的人 是存心要饿死他们 我打了个寒颤 正要打120 手机被人一把夺走了 是宋亮 冷冷地说 威威 你来这里干什么 他胡子拉叉 眼冒凶光 一副癫狂像 我腿都下软了 不会连我也灭口吧 小超哥哥吃力地道 孩子是无辜的 求你 宋亮冷哼一声 哼 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拿我当冤大头 你们这对贱人 表姐跌跌撞撞冲了进来 他跪下哀求道 对不起对不起 求你放过他们 我什么都不要 所有的钱都还给你 宋亮一脚踹开他 怒吼道 是我救了你 除了我 没人要你 那些男人 不过想拿点钱 睡你一下 没有我 你迟早是个暗昌 我都跟威威订婚了 还有那么好的工作 全被你毁了 一片真心 成了个笑话 他把小超哥哥拎起来往外拖 门外湖浪很大 水天茫茫 一艘船也看不见 没时间多想了 我拔腿就跑 跌跌撞撞从斜坡爬上去 手脚都划破了 我在马路牙子上 壮着胆子回头一看 头发都炸起来 表姐在我眼前跳下壶 消失了 宋亮号叫一声 像动物 不像人的声音 他似乎终于明白了 自己在干什么 一个大活人在面前自杀 冲击力太大 普通人的心理邪恶程度 总归有限 宋亮丢下小超哥哥 沿着湖岸跑了 马路上安安静静 有片梧桐叶子飘啊飘地 打在了我头上 我像惊弓之鸟一般 弹了起来 如果这是噩梦 也该醒了 命运终于眷顾了表姐一回 有辆小渔船 刚巧停在堤下 破破烂烂的 以为早就废弃了 舱里竟然睡着个人 船主人高马大 深谙水性 听见咚的一声 跳下去就把表姐捞起来了 表姐在岸上吐了几口水 没什么大碍 船主湿淋淋的 一脸萌 反应不过来 刚才发生了啥 纯靠本能救的人 船舱里放着很古董的 按键手机 我请她打了110 呜呜的警笛声 从远方传来 我的眼泪刷得躺下来了 这才是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声音 我被这事吓病了 连续发了一个星期的高烧 表姐提了礼品来看我 她环视小小的粉色卧室 目光落在了床头的贴纸上 现在的小孩孤卡 以前我们都孤床孤门孤衣柜的 我笑道 还记得吗 是你给我的 好大一张 当时超女我最迷她 可甜了 她也笑了 记得 也是借花献佛 一个学弟非要塞给我的 也许她以为我喜欢吧 老房子里的气息让人恍惚 好像回到了小时候 我哭着求姑姑 把姐姐留下来跟我玩 姐姐和我挤在小床上 被我暖融融的 表姐说到了后姑父的事 夜里醒来 直盯着我 看见我醒了 就走出去 第二天还跟我说话 我在门上 加了一道又一道锁 宁的手心都是血泡 他们静静地听着 谁也不抬头 可是再多的锁 又有什么用 那晚她压在了我身上 我用手边的黄铜振指 猛敲她脑袋 光着脚就逃了 躲在你小超哥哥家 第二天看见他们 亲亲热热出了门 我直接吐了 你小超哥哥也可怜 他成绩很好的 都说是清北的料 现在想想 当时无论如何 都要赖在学校里 把书念完 可是那时候 我们根本不相信 解除数学题 就能让我们的生活好起来 表姐陷入了沉默 我说 对了姐 我替我妈向你道歉 她有时真的很没脑子 嗯 她表情困惑 她总是乱讲话 乱掺痕 挺伤人的 有时候 但是那时候 舅妈是唯一一个 真心留我吃饭 还往我碗里 一直夹菜的人 她比划着道 有次给我夹了一个 这么大的卤猪蹄 哇 真的吃饱了 一下子就有力气了 现在想起来还馋呢 我大姑就不一样了 她说 雨婷还真是懂事 筷子身都不炒好菜身 后来我再也没去过大姑家 表姐跟宋亮没领证 谈不上离婚 她带着两个孩子 跟小超哥哥一起去了苏州 一家人刚进场安顿下来 噩耗传来 王叔叔死了 是车祸 高速路上翻车起火 一家三口都没了 小超哥哥继承了全部遗产 两人一合计 准备参加成人高考 后来 表姐向我道歉 说她那时太累了 抓到救命的绳子 就什么也顾不上了 本想当面道歉的 那天做到傍晚 也没好意思开口 我回复道 或者你是觉得 她本来就是个渣男 故意的 为了我 表姐说 不 不要把我说得这么好 我没有这么高尚 不可以说谎 宋亮的情况 后来也听到了一些传言 据说她不再出门 三餐都是她妈送进房间里 她妈每天上街买菜 倒是一副安之若素的样子 我想起很久以前 宋亮跟我说 她妈妈一直看不起她爸爸 尽管她在选法院工作 很体面 但在她眼里 始终是自己大龄未婚才将就的人选 出身农村也就罢了 竟然还真种过田 有骨洗不干净的土腥气 然而她自己不过是个小镇上长大的女孩 人的执念往往很奇怪 这样一来 她的情感都投注在了儿子身上 如今是真的没有女孩来跟她抢了 回京后 我把房间彻底打扫了一下 又买了很多盆栽 有种尘埃落定的感觉 方志舟跑来给我设计了一个滴罐系统 说哪怕半个月忘记浇水 也哭不了 她是真的了解我 我一定会忘记浇水的 小猫两岁了 她是一只神经质的小奶牛 是我搬到这里以后 用火腿肠从路边汽车底下引出来的 我俩用罐头 冻干给她做了猫咪小蛋糕 细细的蜡烛举着小小的一点光 晃啊晃 小猫咪伸出爪爪 想捉蜡烛的影子 我觉得自己好幸福呀